这就是我们祖国的第一旅日出 对面就是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 你们看我身后的这栋楼 是不是特别像奇迹游戏里才会有的画面 祖国大陆距离台湾岛最近的地方 在这里你真的可以实现努力自由 日出我相信你肯定看过 但你知道我们国家有几个不同时区的日出吗 小学地理课本大家都学过 中国的领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 56个民族统一使用北京时间 但你们知道吗 我们国家其实涵盖了 从东九区至东五区整整五个不同的时区 所以这次泄屏我要干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 就是带你们打卡这五个时区的日出 追逐地平线 带你们重新领略我们国家的门 准备好的话就走进 当然追逐地平线不可能光用脚 是吧得借助一些交通工具 斯特达作为一个有着近130年历史 却依旧充满着急的品牌 他今年的品质和我们追逐地平线的目的不谋而合 于是我们此行多了一个靠谱的伙伴 就是我身旁的这台全新科迪亚克 说个冷知是 科迪亚克是分布在北美的一种体型庞大的棕雄 所以你看这个前脸 憨憨的很可爱有没有 而且它是一个基础的SUV 所以空间绝对大 它会是我们这场旅程的重要伙伴 准备好了 咱们就准备出发吧 这两年啊 越来越的朋友会准备一台专业越野车去长途自驾 没毛病 但真不是所有人都能特意准备一台大玩具去把山涉水的 所以开这样一台家用的7座SUV去追逐地平线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更真实啊 反而显得更有意义 我们现在的起点是黑龙江的加木斯市 要开往的是中国冬季最早能看到日出的地方 福远市 相隔一条乌苏里江 对面就是好邻居俄罗斯 听说那边还生活着华夏大地最后一个渔猎民族 那快马加鞭 我们向这目的地加速进发吧 我们来追赶中国的第一日出了 现在太阳还没有升起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乌军镇 其实这里并不是福远市的最东端 因为冬季的太阳和夏季相比 在位置上会有一定程度的区别 所以大家来之前 记得一定先查好 太阳会出哪个位置升起来 这就是我们祖国的第一缕日出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从这一缕阳光开始 每一座高山 每一条河流 每一则湖泊 和每一个人 都会被它照亮 被它赋予希望 你们看我身后的这栋楼 是不是特别像吃鸡游戏里 才会有的画面 你们说里面 会不会有AWM 找找有没有马跟男 那个不起眼的中国邮镇 实实在在的 真的是我们祖国最东端的邮局 我现在这个地方抓急镇 你看这里的建筑 特别像吃鸡里的雪地府 有没有 这里是东极广场 对面就是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 其实才数十公里 甚至都能肉眼看见那边的俄罗斯建筑 我现在脚踩的地方就是乌苏里江 现在江面全都结冰了 说实话我感觉走都能走到俄罗斯 但千万别这么做 这里寒冷的空气 每呼吸一次都感觉自己像裂开一样 我要赶紧进车里先温暖一下 现在外面的气温是零下13度 我们这边开过来的时候 一度达到了零下18度 所以这种天气下 空调和最加热 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功能 而是你的酒鱼而已 和福远的营装素果做短暂告别 我们将离开东九区前往东八区 开启新一段旅程 集三精台高速的尽头 就是我们下一站目的地 福建平坦道 你们觉得开车出来玩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是舒服 其实你不太懂车肯定也听过 EA888加七苏DSG这套黄金搭档 上手零难度 也是一台好车的评判标准啊 任何人都能开的丝滑舒服 也很重要是不是 在我们现在跑高速 有劲 平顺 还挺省 白话说你们知道 集 集二 集三高速分别是从哪到哪吗 集金哈 集二金户 大家肯定都很熟悉 而集三就是我现在行驶的 从北京到台北的精台高速 开到它的尽头 就是大陆离台湾奔岛最近的地方 现在的心情啊 有些激动和澎湃 因为我现在行驶的是 我们国家为数不多 下面能通铁路的大桥 平潭海峡公铁大桥 它是世界上最长的公铁两用跨海大桥 16公里的距离能让更多人 车还有货物 往返于福州和平潭岛 咱们前面高速口下去 大链岛还能看到这座桥的全貌 是不是很幸运 147亿的造价 100公里每小时的公路时速和 200公里每小时的铁路设计时速 这座桥还蕴藏了太多金人的数字 兄弟们 让我们把基建狂魔打在公屏上 师傅这些全部都是生蚝是吧 牡蛎 它多少钱一斤啊 一块五啊 一块五一斤的牡蛎啊 朋友们 在这里你真的可以实现牡蛎自由 看见没有祖国大陆距离台湾岛最近的地方 是的 从这里到台湾新竹只有68海里 所以一个冷知是 新竹的特产是柿子 而这里的特产是花生 连在一起读就是好试花生 一个闲银梗啊 怎么样感觉是不是有点闽南语的味儿了 一会儿咱们就去搞一点花生 好个好口彩 你们北港村这边什么最有名吗 你不知道 这个海的女儿 来去自如 像风一样的女子 这个也是我 好期待的四叶 对啊 我们今天找到好多四叶草 说明你接下来很多天都会很幸运的 要和我玩 他还扒拉我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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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扒拉我 你看他扒拉我 如果今天一天有空 我可以把他投给入秃 你走到那边去 你叫他过来 他会过来 但是你一旦离他家 有距离你再叫他过来 他就不过来了 真的很聪明啊 就这种狗是懂看家不远的 但是 在这里做坏事了 做坏事了吧你 世界名画 兄弟情深 其实每次来这种小岛啊 我都会幻想退休之后 在这里能拥有一栋自己的小房子 有一台通勤的车 再弄一艘小船 放弃城市的一切 来这儿定居 就像萧生克的旧熟结尾中的 枝华谈那友那样 所以人啊 真的只有走过够多的地方 看过够多景色 体验过不够多的事物之后 才能懂得自己真正合适和想要的是什么 北港村这种自由和情境的感觉 真的很优人 我们仿佛开在仙境之中 我真的周围啥都看不见 只能看见LED大灯照亮的前方的路 看着穿透力 其实现在已经不再是漆黑一片 天开始有些蒙蒙亮了 但有时候生活就像跟你开了个玩笑 我们起的这么早 其实今天根本没有云 但是这个雾实在太大了 我真的不是很确定 能不能看到日出 我们昨天也拜了妈祖庙 希望这位掌管海韵的女神 能够给我们好运吧 北京时间7点33分 我们终于守到了太阳 虽然它还藏在一片雾气之后 但我相信没关系 它终究会向我们散发出最炙烈的光芒 日出我们守到了 星辰则林 好事发生 今天沉不起我 顺利地看到龙左山的日出 你知道大梁山附近这边 最好的红堂在哪里 这是最原始最天然的一个产品 七彩祥云被我们赶上了 美里就在我们的左前方 消失的地平线的最美日处 好事发生了